在今天新增了50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5例就跟台北小巨蛋 张慧妹的演唱会有关 而其中有4个人都曾经参加过 4月8号的演唱会 另外还有一位是到台北 和参加过演唱会的朋友接触 怀疑因此染疫 除此之外 在基隆也有两名个案 目前全台湾跟演唱会有关的个案 已经累积到了13人染疫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在问 那么这样演唱会还能够继续办下去吗 不过指挥官程中就认为了 第一个是非工作人员染疫 还有新一批跟旧一批的观众 其实是没有重复的 所以还是可以续办 台北小巨蛋阿美演唱会嗨翻天 但疫情也随之眼烧 从北烧到南 高雄出现5例相关个案 4位的确诊个案 是有参与到4月8号的 小巨蛋的演唱会 5人里面有4人都参加了 4月8号同一场的演唱会 分成两群 其中有3人认识 座位分布在黄2D和红2C 至于案29547 则是4月8号到11号 呈上台北找朋友 其中朋友也参加过演唱会 怀疑因此染疫 人时地的时间点 有重叠的大概就是在小巨蛋 当然小巨蛋这个不能排除 市府紧急加开筛检站 请曾经到台北小巨蛋 参加演唱会的民众 尽速裁剪 除了高雄5例 基隆也出现2例 分别都是20多岁跟30多岁的女性 目前阿美演唱会 已经累计13人确诊 除了新增的7例 包括之前台北内湖区 一对夫妻 台北案26419和两位朋友 以及台中也有一例 接下来还有三场演唱会 要不要采取限缩措施 指挥官陈时中这么说 每一批并不是原来的人 那如果是观众 因为新一批的观众 跟旧的观众 大概多半是不同 不过有确诊的都已经 被隔离开了 是否就是参加演唱会染疫 目前无法证实 但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提醒民众有疑虑 还是尽早快篩 记者综合报道